舞台上她被称为乐剧第一女小生 舞台下她是个性鲜明 坚持创新的改革者 中国乐剧界的领军人物 毛威涛 潇洒的身段 微翘的嘴唇 多情的眼神 她是乐剧女小生毛威涛 中国乐剧界的领军人物 我这辈子活得挺够的 做了一辈子女人 又演了一辈子男人 我天生有点卷发 特别的好看 生活里我留长发 留到了胸前 我每每每上舞台前 我要先化妆 我要勒头 我要残胸 然后就开始进入一个角色 在三十多年的从艺生涯里 毛威涛一直受到观众的追捧 因为她每天都在尝试着各种变化 我的性格里就是那种愿意去挑战 愿意去冒险 就是愿意去做一点出格的事情 不愿意就是说做那些百分百 一定是OK的 一定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事情 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这样子去做 我觉得我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疯的 这是由毛威涛主演的新版乐剧 梁山博与祝英台的排练现场 毛威涛正在指导剧中的年轻演员们排戏 两个小时后 这部不同于传统乐剧风格的新版梁柱 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好 请 老位就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一定要自己把这个内心的 梁山博的那个节气 节气的那个心情啊 就是我们不能光有漂亮的动作 还这个动作是跟内心的这种情绪 完全吻合在一起的 那种把那个喜悦留给观众 再转过来 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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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好 这 这边也是这样 一边 不要 你看你这个动作做完这 哒哒哒 做完以后 没了 过去了 你要把这个哒 转过去 一边这样 就这样子 还有你们这几个姑娘们呢 什么问题呢 我一直在跟你们说 打开点 阳刚点 那种精气神 就一定要有这个 打扇子 这样 你看这样的情绪 和这样的情绪 这样的走 和这样的走和这样的走 感觉是怎么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个舞蹈 群舞出来 哒哒哒哒哒哒哒 全是这样的动作 就很漂亮 你哒哒 好 收住了 2014年6月28日傍晚 由乐剧界明星人物 毛威涛主演的新版乐剧 梁祝 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这场新版梁祝 删除了过去传统故事中的 很多情节 重点突出了演员的歌舞表演 和让现代人容易理解的感情动作 而这些改变 让熟悉这个经典剧目的观众 感到新鲜 演出当晚 票价最高达到了580元 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剧场 作无虚席 甚至连媒体拍摄 都没有多余的票可提供 我不是那种 就是说没守成规的那种演员 每次我都会去寻找一点 就是可能的变化 就是这个系列 有没有就是说挑战的东西 我如果认为是有的 我就会全景地投入进去 变化 变化 轻入莫烈 无专劳 英类难 碎不弃 高 三发泄底 高 正交 文生就是这样 就是不断地探索那种边界在哪里 你在寻找那种可能性 所以表演也是这样 它带给我很美妙的这样的享受 你觉得我今天又做了一点 就是我原先可能想都没想过 根本不可能去实现的事情 但是我做到了 我心里有什么样的 这是乐剧女小生毛维涛 在舞台上一贯扮演的角色类型 也是她的招牌形象 在许多戏迷的眼里 她的美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女小生 有时候自信满满的觉得 我在台上真是 我觉得我那个瞬间 我自己都把自己都感动了 就是真好啊 然后人家说我经常是自恋狂 说我一化妆 兰玲老师给我一化妆 我就静止 怎么那么帅呢 真是太帅了 然后把自己帅傻了 这是毛维涛在23岁时的剧照 1985年 他凭借在乐剧《汉宫院》中 成功扮演刘巡一角 而获得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 梅花奖 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 毛维涛获得了中国戏剧界的所有大奖 1994年 他举办了一场个人专场演出 养完初的时候 很多专家 一美之词 漂亮 潇洒 成功 等等 然后我这个北方人 爱说实话 我说你演了十个角色 对我来说是看见了一个角色 其他的都是美的 福质 是同类的 因此我没觉得特别广惨 传统的乐剧 大多以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作为主题 毛维涛在自己的专场演出中精心挑选的八个剧目 都是荡气回肠的民间爱情故事 而他扮演的八个角色 也一律都是英俊多情的公子哥 观众的审美是会进步的 就是同样是一个观众 十年前看戏跟今天看戏是不一样的 一定是成长的 演员也是 如果你十年以后还是这样的话 那时候会被放弃和淘汰 戏剧导演郭小南的这番话 让听惯了奉承之言的毛维涛 一时不知所措 我自己专场之后像一头困兽一样 我下面到底应该怎么办 再这样做下去 我只不过西乡季以后再去排一个东乡季 路由唐完以后或者去排一个 再去排一个什么 焦仲勋以刘兰芝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我不满足 我刚才说 我说我不愿意去做复印机 我不愿意去做重复的东西 艺术一定要有创新的 此后的四年时间里 毛维涛很少在登台演出 直到1998年 导演郭小南邀请他出演 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乐剧 孔一吉 为了能更接近孔一吉这个年代久远的落魄书生形象 毛维涛收起了他那风流倜傥的身段 并剪掉了自己的一头绣发 还惊世骇俗的剃了个光头 我们戏曲舞台上 也可以用一种假的 我们所说的一种仇字一样的东西 蒙在那个头上 其实毛维涛也可以那样去做 但是没有 他为了这个人物自己在演出上 自己内心有个更逼真的感觉 他就觉得我还是剃了这个头 我自己在演出这个人物能够更加的投入 媒体上说 毛维涛剃着他的光头招摇过世 我想把这个动静整得大一点 我不愿意就说我戏已经做成那样了 但是没有人来关注你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 尽管在外形上做出了莫大的牺牲与让步 但在郭小南导演看来还远远不够 他认为毛维涛仍然沉迷于自己郡伟的外表 放不下身段 他要改变我那个形象 他就一直让我要 要要要要这个这个驼背 要这个这个脖子要梗过去 一直让我梗梗梗梗梗 我就觉得这这怎么办 这我观众肯定觉得毛维涛太难看了 我这个时候我就呛他一句 我弯不过去了 我颈椎有毛病 有很多很多的演员不愿意丢掉在观众中已经被承认了的技术和美感 对他来说是损失 甚至如果建立不好 前面的就就没有了 甚至会得到观众的不理解 乃至 乃至放弃 演员最怕被观众放弃 1998年11月6日 一出与传统乐剧大不相同的孔一集 在上海美琪大西院上演 大幕拉开以后 毛维涛的形象让熟悉他的观众感到非常意外 有谁也想不到毛维涛会穿着长衫去掉美发 拖着背 歪着脖 站在那 当这个形象拉开幕的时候 他的背影谁都不相信是毛维涛 可是毛维涛一转过身来的时候 观众无论是惊奇也好 无论是没想到也好 无论是意外也好 我觉得这一瞬间 给观众的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毛维涛 空一集啊 你要是不想他 我来帮你他吧 谁叫帮你也行 谁叫帮你也行 我在上海演出 大概五十多岁的一位先生 就看到是我出来就用上海话骂我 我就过去了 我说先生 你在这儿好像骂了我三天了 他说是啊 他说我就是要骂你 你为什么把我们乐剧弄成这个样子 他全是用上海话说的 那我说那你这三天都来看戏了吗 对我都来看戏了 我说那你既然不喜欢 既然要骂我 你干嘛要看呢 我骂归骂我 看归快 孔一集是有史以来争议最大 最褒贬不一的一部乐剧 但是凭借孔一集的精彩演出 毛维涛夺得了中国草语 戏剧奖文华奖和白玉兰主角奖 这三项大奖 出演孔一集虽然是毛维涛 失去了一批追随自己多年的老戏迷 但同时他也收获了人生中的挚爱 五年以后导演郭小南成为了他的丈夫 之前别人比方说在晚会上啊 或者某种场合里别人来称呼你什么表演艺术家什么的时候 我就特别忐忑 我就觉得我还够不上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抱什么艺术家 我说就乐剧演员毛维涛就可以了 等我演完孔一集之后 我似乎我觉得内心我自己好像踏实一些了 我觉得也许我真的是个艺术家 一百多年前 乐剧发源于浙江盛州的乡间 这里距离毛维涛的家乡仅有一百多公里 1962年 毛维涛出生在同乡县 他和家里的两个哥哥一起长大 从小就有男孩的性格 我五岁就跟我两个哥哥就开始在运河里 就是就学会了游泳 是被哥哥扔进去的 就是先是说给你一个门板 后来就是一个板子 后来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救生圈什么的 就是一个板子 后来我哥哥就把那板子抽走 就是让我哥哥说游过来游过来 不游过来你就没命了 就五岁就能够在运河里泼腾了 所以大概也许因为这样这种上天落地的这种性格 就是有点男孩气 毛维涛的母亲是当地电影院的会计 上世纪八十年代 乐剧电影《红楼梦》风靡全国 毛维涛从小就是个乐剧迷 他经常利用给母亲送饭的机会 偷偷溜进电影院看电影 其中最让他着迷的就是贾宝玉这个角色 今天我才知道那叫什么 那叫玉树临风 就特别喜欢那样的一个气质形象 喜欢这个小声的形象 17岁那年 高考落地的毛维涛 报考了同乡线乐剧团 在面试现场 他唱了一段贾宝玉的戏文 于是顺利地成为了一名乐剧演员 当时去考剧团的时候 我就跟老师提出来 我不要学花旦 我就是一定要学小声的 这是毛维涛与搭档何赛飞 副牌经典乐剧《舞女败寿》的一段影像资料 《舞女败寿》是毛维涛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这部剧彻底改变了毛维涛的命运 1982年秋天 香港勇港联谊会 向浙江省委发出了邀请 希望他们能派出一个乐剧团到香港演出 有请各位消极故爷 在这部副港演出的乐剧《舞女败寿》当中 共有七场戏 毛维涛所饰演的邹世龙 要在剧目即将结束的第五场戏时才出场 并且只有22剧唱枪 其实我是一个真正的小配角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老师们告诉我们 就是说只有小演员 没有小角色 你毛维涛不要看 这个七场戏当中你只有两场 但是你只要演好了 你一定会出彩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不想去 仅仅去演邹世龙这两场戏 演他的情绪 演他的情感 我想演出一个人物来 在剧中 毛维涛扮演的书生邹世龙 无意间发现了晕倒在冰天雪地里的婢女翠云 于是把她救至家中 悉心照料 《舞女拜寿》里就是 我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动作 就是当我从雪地里把这个翠云救起来 古说的书生男女说说不清 我连手都不敢去碰她 一想怎么办 满天大雪的怎么办呢 看看这个人还活着吧 我就拿把伞 你看没动静 怎么办呢 赶紧水袖一搭 也不是用手直接去接触它 水袖一搭把你扶起来 那女孩一倒的时候 我又拿这把伞 一个一个匀手 跨一个腕子又把它接住 突然那女孩就要晕倒的时候 用肩膀去顶着她 就把这个那么就是礼仪的一个知书达理的书生 用一个动作把它表现出来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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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腔呢 四平八稳的 翁翁翁翼雅的 特别特别地道的 影派的唱腔 这里是什么地方 姑娘 你 请姑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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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 由浙江乐剧小百花赴港演出团演出的新编乐剧《舞女败寿》 在香港星光戏院首演 这是毛维涛第一次站在舞台上演出 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开端 我的这个角色真的留下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角色周世龙 而且那段唱唱现在几乎成为票友们大赛的就是选择的必选的一个段子啊 凭借在《舞女败寿》当中的精彩表演 毛维涛和剧中的演员何塞飞 何英 方雪文与董柯蒂一起被誉为乐剧界的五朵金花 这个声音是一种符号 不要你的声音去为另外一个选择去服务 或者是重属于另外一个东西 你毛包的声音我觉得已经是一种符号 这个声音 这个音色 周天大老师说这是中国声音 中国 有一张是我唱泰先生尹归方的 在第三第四张当中呢是演绎我自己所塑造过的这些 在观众当中有影响的这些唱段 妈妈叫我一首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就是把这个 就原来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 这个歌那么那个元素把它用进去啊 然后比方说我们比方说银银银突然直接就是突然出现一个就是明月即时有 就是加一点点 在三十多年的同意生涯里 毛维涛一直受到观众的追捧 因为他每天都在尝试着各种变化 特别传统 就是那种 1906年左右 乐剧发源于浙江盛州相间 一百多年来 闲暇时听上一出乐剧是江浙老百姓最普遍的娱乐方式 但到了九十年代 各种流行歌曲 电视电影 开始受到大众的侵略 曾经红火的乐剧演出市场变得越来越不景气 演员也不再吃大锅饭 而改为自谋生路 就在其他乐剧演员忙于挣钱到处走学的时候 以两次获得梅花奖 并担任小百花乐剧团团长的毛维涛 也面临着离开乐剧舞台 跨入影视界的机会 以前谢静导演经常一见我就丫头你不演电影太可惜了 但真正让我去演电影我也挺恐惧的 我能当好电影演员吗 我能面对镜头能够像舞台上那么自如吗 我不知道 我其实内心也有恐惧的 内心的恐惧或者是对乐剧舞台的难以割舍 是毛维涛最终没有跨出这一步 但他却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了电视上 只不过他的目的与其他人不同 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毛维涛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综艺大观和大家见面 我们浙江自古就有鱼米之香文物之邦 我常常穿的衣服都是很中性 里的短短的头发 我突然之间我想告诉大家 我是个女性 我留了一头漂亮的卷法 我要让你们看到我另外的一面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想通过当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让很多人认识毛维涛 然后因为这样 我会不失时机的在任何一次这个主持当中来宣传乐剧 为了让更多的人关注乐剧 毛维涛试图在显得沉闷的剧情中 加入现代舞的元素 当时他找到了著名舞蹈家金星 以荆轲刺琴的故事为背景 编排了现代舞版的乐剧《韩琴》 《韩琴》我理解是在寻找 毛维涛的寻找突破 所以这个戏的定位 其实就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突破口 就是说能不能走出来跨越以往 能够去表达出来一种崭新的形态 一批漂亮的小声一起舞蹈扇子的时候 那这种样式确实以前在乐剧舞台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那个戏用了很多的比方说现代舞啊 比方说和原来乐剧表现完全不一样的舞台的造型 这个戏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阻力 比方说不让我们去出国啊 说不要进京了吧 不要去北京了吧 也不要去上海了吧 何必去招骂呢 我只要底下舞台下面还坐着一个观众 觉得毛维涛你唱的挺好的 我就还是要这样唱下去 此后的几年里 毛维涛又陆续推出了新派乐剧《藏书之家》 时尚乐剧《春情传》 毛维涛对乐剧的改革引起了很多争议 有人认为他拓展了乐剧的表现形式和人文内涵 也有人认为他的这些剧目是故作高深 让乐剧从一个草根剧种走上了高处不胜寒的位置 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戏霸 我当时听到这个说我戏霸的时候 我就哈哈先哈哈大笑了一下 我说我有这份荣幸吗 因为我知道好像称戏霸的都是那个 比较有建树的演员啊 我有这份荣幸吗 但是反过来我就觉得 做任何一件事情 包括当演员 如果你没有一点自我主张 没有一点自我的理念 没有一点稍稍的霸气 你是做不成事情的 这是由毛维涛主演的乐剧《二全音乐》的彩排现场 两个小时后 这部在筹备阶段就备受非议 不同于传统乐剧风格的新派剧目《二全音乐》 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毛维涛也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戏剧本来这个舞台就是让你来创新的 就是让你来创作的 古今中外的所有的历史人物 今天的当代人物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台上 关键是手高手低 看谁也把它做得更有艺术的识别度 让我整天去演同一类的角色 为了生存去演 我为了生存 我就可以去找一个挣钱更方便更容易的行业 我不见得干这个 干这个又不挣钱 对吧 我就觉得我喜欢 我爱这个舞台 我不喜欢吃油腻的东西 然后那个盒饭挺好的 就是但是比较喜欢吃蔬菜 吃点稍微吃一点点 干清淡一点 然后还打包打来饺子 嗯 饱吹饿畅嘛 其实演出前最好少吃点 不要吃太饱 太饱了之后 一个是血液全到胃里去 另外就是这里 丹田气肯定会受影响 嗯 但是不吃也不行 我随于饭桶 我就要吃了 毛个平桶之间 也竟然在后台做么秤错吧 要活干的好才有的 活干的不好 2014年初 毛维涛邀请毛个平 为新推出的现代乐剧 二全音乐 担任化妆师 在这部剧里 毛维涛将出演 民国时期的二胡艺人 盲人阿炳 毛维涛是在人物塑造上面 他是要求非常高的 当然他只要能做得到 有时间 他肯定会去 对这个人物 去突破乐剧传统的东西 毛维涛他一直是一个改革派 不管是在化妆服装 和对舞台的整个形式上面 他就是一直要求就是创新 那么从乐剧的角度 如何去塑造一个毛维涛版的 阿炳的形象呢 在他的整个脸部化妆的色系上面来说 不是像传统戏曲那样 这么画的大红大纸的这样的 很艳丽的那东西 他整个色调往咖啡色 和往自然的方向去塑造 我们已经是往化剧靠的 生活中的阿炳是个私生的孩子 他一生凄苦 生活放纵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毛维涛翻阅了大量资料 试图去了解阿炳的内心世界 过去比方对阿炳的塑造 往往去看他外部的那种苦难 很少去纠结他的内心 而觉得真正 我觉得对一个人真正的磨难 真正的苦难是来自于 就是说内心的 内心的那种苦难 因为阿炳没有母亲 他没有母亲 所受到的歧视和带来的性格的 心灵的成长 情感成长的不完整 是的 他和音乐有了另外一种关系 他和二胡有了另外一种关系 几乎就是从排练到演出 我会我会自己会灿力 我会情不自禁的流眼泪 最催泪淡的地方了 就是当催地把琴继续拿来给他 就是说这是以前 说你爸爸给你的那把琴的时候 他一下子像出电一样的把它抛开 然后就是摸着去摸到那把琴 说琴啊琴 我能不能再向你倾诉 你会不会也别我而去 你会不会也不理我 你会不会也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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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个戏之后 很多我的粉丝就说 没想到他们管我叫爷 没想到爷就是 一直演那种张生路由 那么踢躺风流的小生 突然演这个阿炳 竟然也可以就是说 瞎得那么的帅 他们给我封号为浪炳 就是一个浪荡的阿炳 我就觉得可能 我正因为在走到 他的内心世界里头去 正如毛维涛 在获得好评的同时 也引来了非议 但这次 毛维涛却没有像往日那样 选择沉默 我可能会考虑 下一步 毛维涛要重新 要调整一个 自己的一个定位 因为我做得太累 最近我突然 我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就觉得 为什么我在这样付出 这样在做的时候 我还会常常会受到 一些不理解和一些 非议 一些议论 我突然觉得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 这个团不是你毛维涛的 这个团是国家的 是事业编制的 是我们这个体制当中 大家依然捧着铁饭碗 在过日子的 而我毛维涛 把这个团当成像 自己的戏班子这样 在经营 游戏都有规则 其实我是破坏了这种规则 所以在外界看来 毛维涛把它当成一个 私人剧团一样的 经营的时候 人们就会不理解 人们就会说 毛维涛为什么要这样 毛维涛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性命 都搭进去一样的去干这件事情 那一定里头有问题 就是他一定是中间有利益 中饱私囊了 怎么怎么 就是那这种话都会传来 那我听到了 我当然我会很伤心 我会心里头很难受 我就觉得不被人的那种理解 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 甚至会伤心难受到 想放弃 想不干了 从1982年 第一次登台表演到现在 30多年的演艺生涯里 毛维涛总是被流言蜚语所包围 但他却一直坚守着乐剧这个行当 我正好碰上了中国戏曲最最落寞 最最边缘化的这么几年 曾经的那种为了看一场戏 当年像我们那时候 学戏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红楼梦》这样的电影把你赶召得简直不得了 那个时候为了看一场《红楼梦》的电影去看一场老师们那个时候的戏 可以说是万人空向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你看 那么到我们这一代就是 我经历过那种万人空向 再到最后完全彻底的被边缘化的时候 你还不仅仅要承担你自己是不是当演员当下去 你还要承担一个 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团继续引领下去 这个压力我现在想来 我真的就是我很佩服我自己内心既然有如此巨大的承受力 能够在这么就是非常艰难的情况下 能够这么坚持下来 所以我觉得我挺了不起的一点 就是我坚持了 马维他手里永远有点善意 这是从他学习开始就过来 我说他是行当的 是小生的 是路由的 是张生的 是荆轲的 是孔一几的 我像一个老宅子里的长女 亲朋好友啊 嘉宾啊 就是大家热闹一番以后 就是所有的人都该走了都走了 留下那个长女 还得回头去 耸着这个宅子 空间满脱石 烂瘦方春节 也没停地 我没停地 去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